想要创造财富,就要懂得如何投资操作,寻找契机。 大来国际丁兆宇分析师,带你掌握股市的投资关键。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 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一个礼拜的开始,我们看今天台北股市表现如何,将会指数今天最高在16600点,不过最低在我们的16398点,老师破了16500的话,听我们要保守一些些哦,所以这一整个礼拜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盘式老师? 听到保守,投资人第一个直觉就是,哎呀刚才股票卖光光了,事实上这个逻辑乍看之下,乍听之下好像是对的,可是我要跟各位讲,不完全是这样子,因为第一个,指数是所有股票的一个总结,权重不同,每个股票不一样, 那第二个,就是有些股票的位阶,它如果是相对高的,那在这里有可能会形成补跌,还有融资的问题,还有业绩,所谓的业绩就是现在刚好公布8月份营收嘛,那8月份营收不好或是好,它都会反映,所以这些零零种种的因素,真的是,你不能,我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形容啦,所以我当时我跟各位讲,我说, 指数部分我先帮大家设一个,这个叫安全地带,叫做16500,那当时我们在跟各位设这个16500的位置的时候,其实逻辑我们很简单,就是半年线,我记得在8月下旬的时候,那时候最低来到16264点,那个时候大家就在讲说,这个沙坡半年线,那我跟各位讲,我说半年线,它会是一个, 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收点,因为有些股票,它跌破半年线周,它会再出现一波补跌,那所以我当时跟各位讲,我说,大盘在这里,有人不希望那么早跌破半年线,不然你到时候要救,就很难救了,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听得懂我的意思啦,明白,好,那大盘今天,如果是按照120日均的, 这个半年线位置,今天是有跌破,OK,可是我设的是130日,是130日,那如果是130日情况下,今天是没破的,是没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以65天的记线,65天当然是记线的,的一个天数设定,那这个不重要,那重要是就是说,既然跌破我设定的16500位置, 那我目前我的半年线是在16371啦,那我也告诉大家,在这里,你就先保守,先保守一些,好,那回到我的重点来,何谓保守,第一个,你手中是满手股票的,这个不用讲,你一定要减码,OK,因为你没有资金,或甚至你是动物融资,现在很多股票已经几乎到,个股很多是来到融资断头了,那你当然没有办法嘛,你没有这个资金 去加码,甚至你有可能被强迫,券商,去断头,那这类型的投资朋友,你就一定要保守,这个没有话讲,好,那最多是你要卖什么股票,我举个例子,好,我先举几个例子,一边举例子,我们一边把这个操作策略跟大家去做分析,来,其实今天,有很多股票,它因为是位阶太高,它在杀的,是,这个储人无罪,怀必其罪, 你在高高在上的风一吹,摔下来,这个就会很痛,可是如果你,你已经在谷底了,你不小心跌了一跤,那你最多是,对不对,扭到脚而已嘛,你不至于说会受到重伤嘛,是,所以位阶太高,这是主要因素,好,那各位手中股票是,有没有哪些位阶太高的,我不知道,好,我举些例子,第一个,我说秦城,有没有,对,我们不要讲别的,我就跟各位讲,我说, 秦城,银帮,这两只股票,好的时候,法人把他本益比,捧到天上去了,应该这样讲,法人不是捧他本益比,法人是把他明年,跟后年,甚至后年的获利预估哦,把它拿来做,哦,简单讲嘛,假设你今年预估赚十块,你明年假设,法人估是估赚二十块钱,对,那你用今年的一个获利,跟明年获利本益比,就差一倍,嗯哼,我那时候跟各位, 我说秦城跟银帮不是不成长,对,他绝对是AI的机壳,一个很重要的,嗯哼,其实听懂没有,机壳没有什么难度嘛,对啊,但是一定会,嗯,管你是AI机,AI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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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器,还是普通的伺服器,嗯,那你都要,问题是,你秦城出货,你银帮出货,你,你出的是,AI的伺服器,还是普通伺服器,哎,你,你不知道啊,嗯哼,嗯哼,那我们只知道说, 它的量可能会慢慢慢慢上来,对,但是因为它本益比实在是太高,比如说像秦城,上半年赚2.07元,对,去年赚2.29元,嗯,那你再怎么跟我讲,你说很好,可是你今年,到目前为止,你的半年报比,去年还要差,是,好,那就算你很OK,嗯, 嗯,你目前,你未来很OK,但是,从你去年的获利数字来看,你本益比快30倍了,对,涨到248块钱,嗯哼,你觉得这边还可以追吗,嗯,我当时跟各位讲,我说你手中有的,对,请你先做获利,下车,我讲过,嗯,我说我不放空,但是你手中有的,你就卖,空手的,绝对不能追,OK,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有,银帮也是一样,嗯,那银帮为什么今天其实相对比较强,我也跟大家,讲出各种的这个要诀,什么,嗯, 嗯,银帮只有3.8亿股本,哦,股本很小,是,筹码很容易被操控,嗯哼,否则以秦成银帮,他们两个的本益比,事实上都蛮高的,对,那会不会修正,什么时候修正,我不知道嘛,嗯哼,你像秦成今天就面临修正了,对,开盘半小时,直接打到叠听盘,嗯,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位阶带高,同时本益比,它已经反映到明年后年的,是,那这些股票你就要保守,好,你就要保守,嗯,好,那另外,像技嘉嘛,对,那技嘉来讲的话, 严格上看起来,它本益比早就已经超过44倍了,对,以去年赚10块2毛9的一个获利数字来算嘛,嗯,好,但,技嘉你看,今年上半年赚3块钱,去年上半年赚6.36,嗯,一样的意思,它还是,还是衰退的,对,那你用,所谓的明年或后年的获利数字来,当成现在的一个,一个,这个,操作的一个本益比的话,嗯,呃,我觉得法人太乐观了啦,是,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它波段跌了25%了,嗯,嗯,好,跌了25%,那从,三月,这个9月份以来,主要重点,嗯,融资一直增加,对,它就在杀融资,嗯,嗯,就这么简单,是,那今天有杀出量来啊,今天有杀出量来啊,2376技嘉,今天杀出量来啊,是,那今天杀出量来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啦,嗯,今天融资应该是减的啦,好,但减多少我不知道,嗯,好,伪创, 哦,我也跟各位讲,对,我当时跟各位讲,我说还有低点,嗯,记不记得,有,好,这个形态已经告诉我们了,好,那现在重点是,融资今天晚上杀出多少来,嗯哼,杀出多少,因为今天破了100块钱,对,我相信一定有些人破100之后,他从160几块钱,杀到99块钱,嗯哼,这个杀了多少,杀60几块钱了,没错,这,这肯定,你高档买到的,嗯,融资已经断头了嘛,没错,那就看今天融资减多少,好,好,嗯, 嗯,技嘉也是一样,我们讲,他就是像技现,技现靠拢,嗯,嗯,那我认为技嘉的融资今天应该会开始减啦,嗯,嗯,那广达不用讲嘛,238广达它就是补迭嘛,对,我当时有跟各位讲,最强形态就是广达,对不对,对,它离技现很远,那我说技嘉,这个广达是形态最强的,嗯,但技嘉应该是有机会像技现靠拢,这个我们都讲过了,有,那现在就是跟各位讲说,现在重点是,如果你手中满手股票的,嗯, 有些股票你必须要减嘛,好,但是像伪创,我认为在这里,嗯,你再忍一下好了,再忍一下,你手中的伪创,再忍一下好了,嗯,好,买点不见得到,可是这个地方你再杀,不是很明智,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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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不需要去空它啦,嗯,我觉得不需要啦,好,那,现在这段我们要跟各位讲,就是说,这个目前在杀的时候呢,它又会有很多的一个原因, 不是说随随便便,像分析师随随便便讲说,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没有,没有那么简单啦,嗯,嗯,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好,还有一些形态很强的,嗯,好,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观察,好,它会不会出现最后补跌,嗯,因为强势股的最后补跌,因为前面跌跌跌跌跌,沙沙沙沙沙沙,有些股票就是不沙,可是在最后出现补跌的时候,往往就是那个类股当中最后的落地讯号,OK,好,来,PCB2383台光电,非常强啊, 是,其实今天来讲,它收盘也没有收最低啊,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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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但是,盘中也跌超过3%嘛,嗯,跌了11块半,跌得蛮深的嘛,台湾电心态强不强,强,非常,嗯,好,那,理由在哪里,理由在哪里,各位,废品,你知不知道,理由在哪里,哦,投信,买了一缸子,对,但买了一缸子,我也跟你讲,我说这个股票你不能买,嗯,因为你买下去就是帮投信抬轿,是,投信成本太低了嘛,嗯,是不是,对, 但,我们话说回来,嗯,它为什么强,就是因为投信撑着嘛,嗯,嗯,嗯,对不对,另一档股票,是,金像店,哦,2368金像店,OK,形态也很强,嗯,可是金像店跟台湾电比起来,金像店就开始有一点点筹码松动,是,你看,投信开始在卖,嗯,这个样子就跟2376技嘉在上礼拜是一样的,哎,对,他在先卖,他在偷卖,是,那,技嘉上礼拜外资在卖的时候是融资增加,嗯,嗯,嗯,所以这很明显就是,法人丢给,丢给融资嘛,嗯,嗯, 所以解零还是细零人,是,那技嘉就是看今天晚上融资减多少,OK,但是我告诉你,技嘉在这里还不是买点,哦,好,还是还不是买点,因为你要看其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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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对,比如说,技嘉,嗯,投信还会不会再卖,嗯,嗯,嗯,因为第一次碰基线的时候应该会反弹,对,可是反弹这个地方就很重要,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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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短线上面,技嘉的肉不多,你要去做短多肉不多,嗯,你要必须要利用它在这个地方有机会反弹,嗯,嗯, 的时候,是,啊,你去再再再去做判断,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讲,投信或是法人在买操这些标的,我们刚刚举到嘛,像台光店,对不对,就心态就相当强,投信啊,也是一直在买,嗯,啊,那这个,特别是千商大户,嗯,啊,台光店千商大户的持股比重,它是上升的,嗯,是上升的,对,那一样,像这个6174的台药,今天为什么打跌停,嗯,为什么打跌停,嗯,我问各位,好,本益比太高嘛, 嗯,我们刚刚讲的,嗯,对不对,你秦成本益比快30倍,今天打跌停,对,你知道台药本益比多少吗,55倍,哇,更高,台光店35.8倍的本益比,嗯,有投信撑着,对,可是台药呢,投信也是有,嗯,投信也是有,可是因为,它的本益比太高了,是,所以今天出现一个怎么样,很明显的,一个,一个,一个走势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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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错,是,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它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高档补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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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记得手中有见顶了 破月线这个地方你要注意 所谓的这个破线的一个沙盘 那另外 什么股票可以留意的 我留到下期段跟各位来做报告 好 所以昨天我们到底什么股票 天我们还可以继续来留意呢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宇哥告诉您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亲爱的朋友 我们的专家呢 标股智囊同仁专家丁教宇哥呢 在上个礼拜一直有提醒大家 如果大盘呢跌破了16500的话 接下来我们的操作呢 就要比较保守一些些 保守不见得是把股票卖光光哦 来 听众朋友们 你要怎么样子来看待呢 第一个 你要看你手中是不是满手股票 如果你手中满手股票的话 一定要专家来帮助你 看接下来该怎么样来解码 第二个 你手上的股票 有没有位阶太高的啦 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也有提醒大家 像秦晨啦 台耀这样的股票 所以呢 您一定需要专家来帮助你解释啦 所以听众朋友们 赶快加入老师的LINEIT 把您的问题呢 留在我们的LINEIT当中 老师一有空 马上马上 老师知道 最近大家需要帮助对不对 就可以来帮您解决 您手上这个目前股票的问题 来 把您的手机打开 LINE也打开 搜寻部分输入 小老鼠133arygs 小老鼠133arygs 把您的问题 留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 老师一有空 就可以帮大家来解答 不会加入的好朋友们 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6998的 以9万新闻台湾大手 进行的节目是 标鼓助囊团 我新的节目主持人飞评 有任何的问题 想跟着老师来联络吗 或者是接下来 该怎么样来操作呢 不要忘记 赶快加入老师的LINEIT 在对话框 把您的问题写下来 老师一有空 就可以回答你 而下再要听个歌曲 准备要开演唱会的 徐怀玉 所以带来介绍好听的歌 向前冲 所以对我们的频道 千万不要走开 马萨婆来继 为你邀请到我们的专家 宇哥 开始觉得每一天 都充满了新鲜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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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色的烟火 随时都在天空眨眼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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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爱情 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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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出入的面包 比男生更难拒绝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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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体会 好多姐妹为了爱 傻傻的等待 偷偷掉眼泪 这样不对 耳朵过来 交换一切 当王子被发现 我们向前冲吧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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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爱意呀 我往后要一样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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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爱意呀 我往后要一样 Y-U-K-I Y-U-K-I U-K-I 一一一 one two three six history 一一一 太羞我小心跳加速晒偷偷放电 随时足以恋功的人会自动出现 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好敬佩 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各位 伸出双倍一起拥抱这世界 每一次约会都不能浪费 你还在睡难怪你总是没人追 目标就在眼前我们向前崇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飞评 为您要请到是我们的专家乔士宇哥 继续回来了 还有什么股票听我们要留意老师 你的AI还是要留意 AI 好 你不能说AI今天杀你就不留意AI错 不是 要看你的位积跟你的成本 比如说像围影 对不对 那围影我当时也跟各位讲 你杀到1525块1530块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认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大户进场的一个布局点 对 可是会不会受到拖累去做一个跌破 今天就是嘛 是 那问题来了 你买在2000或甚至2100块的围影 我买在1500多的 对 我的成本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能够等 我能够忍受 位阶不同 高低位阶不同 对 注定了你未来你是能不能够赚钱 你2000块钱你买到 你融资现在已经 假设你用融资的话 已经断头了嘛 那你卖掉了 那卖掉再涨上去也跟你没有关系了 对 可是我1500多块的只要走稳 为什么我敢买 因为围影上半年赚33.82 对 跟去年差不多 而且buying时候它月增的 是 所以我认为高价股围影杀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你不买没有关系 可是不能卖了 OK 那我们的持股还是一样 我认为在1550块钱以下的位阶 我觉得都是安全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布局的 所以 为你的筹码我们还是留着 好 那今天虽然是套筑 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太过担心 好 那再来我们提到就是说军工好了 军工其实 我简简单跟大家讲 建好就收四个字 对 建好就收 好 有的人 从今天开始找卖点 好 那你若要买 这个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不喜欢追高 是 而且军工展快要开始了 快要开始了 对 有人是 有人散户说 军工展 9月14号 然后9月14号卖 或9月13号卖 我说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今天就开始找卖点了 好 因为你看像宝一 像汉翔 其实今天来讲的话 都有一点点调节的影子 你看到没有 宝一 有 有没有 开稿很强 我看到人家讲军工展 可是怎样 收盘收相对低 是 这个2634汉翔 汉翔 海翻黑 黑的 对不对 2645 常用航太 对 黑的 翻黑 各位懂意思吗 所以今天有人在卖了 听众朋友如果有的话 当然了 我也不希望大家杀低 我只是告诉大家 已经有人开始在找卖点 好 我们就不用分析那么多了 好的 包含风达克3.04 风达克业绩绩很好 是 那我认为啦 你击杀我再来找卖点 因为风达克 3.04风达克 我们长期跟各位追踪嘛 他820收再创近年新高嘛 对 2亿8千万嘛 对 废品你可以看到嘛 有 再度年增34% 月增都是成长的嘛 是 而且获利数字 这我们都报告过 没有关系 但是问题是说 这种股票 击杀再找卖点 我们已经获利出清了 那我跟各位做报告 好的 好那最后就是一些 法人新布局的方向 我举一个族群就好 好 你有没有发现 面板相关的 显示器相关的驱动IC 是 不太跌了 营收开始红了 对 法人偷买了 股价呢 股价不用讲 今天大跌 我们来看看 好 8014的这个细创 8016对不起 8016细创 OK 哇 强不强 强 200多块股票 你看强不强 强 头信怎么买 对不对 这个就像当时的台光电 这个就像当时的这个PCB这些股票一样 对 那当然 你现在你看 我们再讲大一点的 好 气创股本12亿 3034的联勇 强不强 强 股本60亿 投信是买一图纳股 对不对 来 我跟你讲 3545的敦泰 股本最小 是 投信买的最少 刚刚开始买 对 所以3545的敦泰 来 8亿营收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各位你知道吗 敦泰的8亿营收 年增 年增多少%你知道吗 多少 年增72% 哇 月增22% 厉害 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些 包含像戏创 包含像是联勇 投信已经大买了 对 敦泰才刚刚进场布局 另外还有一档4961的天狱 好 这个我记得我上次讲过嘛 有 对不对 我说他要减资嘛 对没错 有 投信也是买一档子 那1961的天狱 我要看一下他营收 好 因为他 他被分盘了嘛 是 对吧 他减资啦 减资 我看他的营收 也是成长的 年月双针啊 有没有看到 有 这个145亿 对 14亿5300万嘛 都是成长的嘛 OK 8016系创 年月双针 对 对不对 我刚刚讲的3034联勇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 联勇 也是双针 也是双针 都是要嘛 法人在买嘛 所以这四档股票 去端SE 都是投信买 而且 营收开始上来 可是这四档股票当中 你去做比较 我认为敦泰 3545的敦泰 第一个 筹码最轻 他部分只有20亿 最小 第二个 投信刚刚买 你像连勇 从7月底就开始买了 对 戏创 也是从7月底 这个 从7月初 6月 6月底就开始买了 可是3545的敦泰呢 投信在8月底 才开始进账 那股价最便宜 而且最低 他刚刚才这里 站稳的季线之后 往半年线突破 所以敦泰上述 敦泰要注意 好 那至于其他的股票来讲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希望大家就说 手中有的 记得 因为今天跌破了 16500点 今天收盘 我们讲的是收盘 今天收是收16432 16432就是破了16500 那你就要去做一个保守这个动作 好 那你不知道怎么做的 跟着我 因为我们下一个AI最好买点 我要出手 好 那你一定要先要有资金 好 想跟上我们的 这个 AI充斥班 AI充斥班的听众朋友呢 把握机会 好不好 那至于手中的持股呢 也没有关系 打电话进来 我可以帮你淘诊 好不好 好 所以欧队伟们 如果你手上的持股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欢迎听我打电话进来 老师来帮助你 而且不要忘记了 赶快加入我们的AI充斥班 老师在准备带着大家 进场来布局我们的AI类型的好股票 心动不忙 行动 赶快拨通我们的捐线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也在线我们的宇哥 再次来到节目当中了 谢谢各位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停板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聪明的投资朋友们 我们的专家 标股智囊团的专家 丁教宇哥 在节目当中有提醒大家 今天在节目当中说 跌破16500了 接下来我们的操作要保守一些些 保守不是把股票全部卖光光 要看你手上是不是满手股票 如果是的话 要减码 位阶太高的 也需要专家帮你来评估一下 也是要减码 所以丁教宇哥们 您需要专家的帮助 如果您不知道 该接下来该怎么样来布局的话 欢迎听我们赶快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AI充斥班 一样开放给我们说的 好不好们 接下来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AI类型的好股票呢 打电话进来就对了 或者您手上有任何的股票的问题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 也通过我们的Lite Lite直接加入 想要加入我们的AI充斥班 直接拨通我们的专线 现在拿起电话 现在就可以拨 赶快打电话进来 跟进老师脚步 AI充斥班 等您来加入 财经关键晚报 标股智囊团 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 有限公司 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